失业改善,收入上升,但是为啥大家的感觉却不是很好呢? 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,经济同比增长5.5%,比一季度加快1%,这不挺好吗? 但是股市却也很不给面子的跌了。 那这份数据里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呢? 首先最大的亮点在于就业和收入。 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只是5.3%,比一季度下降了0.2个百分点。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.7小时,都挺忙的,人均单休啊。 收入方面呢,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,672元,同比民意增长6.5%,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16,393元,同比也是增长的5.4%。 那如果要玩文字游戏的话,年薪2万的就算是中等偏上收入人群类啊。 其实如果只看上面的数据,那还是不错的。 但是其他的数据里面,就透露出咱们的经济还是存在着挑战了。 尤其在出口和投资这两头奶油身上。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20万亿,同比增长了2.1%, 贸易顺差2.8万亿,也是有所扩大的。 但是单独看6月份,出口却下滑了8.3%。 而且拉长周期来看,出口在2022年创下了新高之后,增速就一路的放缓了。 这和全球贸易放缓以及产能过剩有关系。 而且不光我们呢,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接近两位数的下滑。 但是不管因为什么原因,其实出口都很难再贡献新的增量了。 然后就是投资。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4万亿多,同比增长了3.8%。 这个增速却已经长期处在一个下滑趋势了。 其中这个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2.86万亿,同比也是下降了0.2%的。 由于资产荒和需求不足,导致民间缺乏投资的勇气,缺乏对于未来的乐观预期。 这也导致咱们的CPI增速跌到了0。 并且这个地产投资也没有回暖,同比下降了7.9%。 那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啊? 投资、出口都是下滑的,怎么就业和收入反而还在好转呢? 这怎么一回事儿啊? 其实是因为去年上半年的基数太低了,以及当时的突发因素导致了数据的断层。 但实际上在去年这么极端的恶劣环境中,还能保持稳健的经济根基已经非常可贵了。 可是未来想要维持复苏的指标,恐怕得上点肾上限速了。 而对于那些关注市场的朋友来说,你要是想找到稳一点的亮点的话, 可以把各行业的增速拉出来看看,找到类似于家庭护理品类这样的, 就算排除扰动,增速也比较稳健的行业。